前几天我发了一个关于民间的一些辨认蛇有无毒的方法有错误的视频 视频一发广受好评 谢谢大家的支持 但是它终究是不完美的 招来了台杠运动员的不满 比如这位运动员就严厉的批评了我的视频 我真的不想闷你 谁说过源头就无毒 我只记得科普节目说的是 几乎所有三角形头的蛇都是毒蛇 怎么到了你这里就变成了源头无毒 三角头有毒了 想赚取流量也不要跌倒是非 对对对 大哥说的对 随后下方一位网友评论道 坐标成都 说真的我也听见过三角头有毒 源头无毒的说法 呃 又一位网友评论 坐标湖北 我这也有源头无毒 三角头有毒的说法 呃 再一位网友评论 我这也有源头无毒 三角头有毒的说法 呃 好了 大家不用怀疑有没有这个说法的问题了 咱中国不仅有这个说法 国外也有这个说法 流传相当之广 很多台杠运动员说我是用特例来反驳这个说法 怪我 没讲清楚 在之前的视频中我已经说了 三角头有毒这个说法是比较正确的 的确大多数三角头的蛇是有毒的 只有少数三角头是没毒的 我并没有否定这个大多数情况下适用的说法 我否定的是椭源头无毒的说法 那我既然否定这个说法 肯定是因为它有很多反例啊 我在上个视频中就举了这么多反例 长着小源头的银环蛇是中国最毒蛇 长着大源头的眼镜蛇令人闻风丧胆 此外还有雪葵 黎眼镜蛇 珊瑚蛇 利文蛇 海蛇 黄蛇 泰盘蛇等 都是源头的 你们没看见吗 又有运动员说 你觉得反例好多都是国外的蛇 中国没有 所以源头无毒的说法在中国是适用的 怪我怪我 在上一期视频中我给大家介绍的中国十大毒蛇 圆毛头腹 五步蛇 短尾腹 竹岳青 泰国圆斑魁 金黄蛇 银黄蛇 周深眼镜蛇 眼镜王蛇 海蛇 其中金黄蛇 银黄蛇 眼镜蛇 眼镜王蛇 海蛇 都是椭源头啊 难道你们没发现吗 中国十大毒蛇里面有五个都是椭源头了 你怎么好意思说我是用特例来否认这个说法呢 不要再说源头无毒是特例了 眼镜蛇磕的绝大多数蛇都是椭源头的 你去了解一下眼镜蛇磕是什么概念好吗 这可是一个磕啊 而且毒性还强得一匹 世界上毒性最强的五十种蛇里面 绝大多数都是椭源头的 说椭源头无毒真的很有问题 远得不谈 就说斩中国最毒的银环蛇 我给你们讲讲它的配置 这玩意儿在中国南部地区广泛分布 它的咬人数量位居中国第五 它的死亡率是中国第二 它的总杀人数量是中国第一 银环蛇咬伤后会有潜伏期 一开始可能根本没症状 0.5到4小时后开始发作 有不少人就是因为被银环蛇咬后不重视 延误治疗导致死亡的 而且有不少无毒蛇抄袭银环蛇的长相 比如白链蛇 双拳白环蛇 黑背白环蛇 扶青白环蛇 牛逝白环蛇 东川白链蛇 把银环蛇和无毒蛇混淆也是大有人在 源头无毒的说法 配上银环蛇的咬人症状 长得还像个无毒蛇 你们说是不是雪上加霜 更让人以为自己被一条无毒蛇咬了 等发作了才发现 好家伙 原来这玩意儿毒性这么强 这是前几天一位网友讲到他的亲身经历 感兴趣的可以暂停看一看 最后总结一下 三角头大多数是剧毒蛇 椭圆头分类型 牛蛇科的椭圆头大多数是无毒蛇 眼镜蛇科的椭圆头几乎都是剧毒蛇 有人说可以说椭圆头无毒 但是把有毒的都备注一下 我认为这是不可行的 第一就算只被注中国的椭圆头有毒 就有一大堆 第二这个是关乎人命的事情 不是什么刚不刚这个说法 任何潜在风险都是不应该有的 其实辨认蛇有无毒 就如我上期视频所说的 多认识些蛇才是王道 我在野外看到蛇的大致模样 也许无法确认具体种类 但是判断它有没有毒还是没问题的 我并没有用什么口径一样的方法去判断 就是你认识的蛇多了 自然而然就能根据它的大致外形 判断是否为毒蛇 这时候又有台杠运动员要说了 遇到蛇管它有没有毒 生活在蛇多地方的人长辈就教了 你这个视频有毛用 对对对你说的没错 这确实是普通人遇到蛇最好的解决办法 管它有没有毒 直接跑就完事了 但是国内每年依旧有大量的蛇咬伤事件发生 一部分是人们不小心踩到蛇被咬的 这个真没办法 很多蛇是潜伏性脑鹰逼 只能说小心点 一部分是蛇伤 一部分是抓蛇卖钱的捕蛇人 一部分是捉食挑逗的人 我们以中国蛇咬伤最多的地区之一 广西为例 你们认为广西每年有多少人被蛇咬伤呢 一、一百人 二、一千人 三、五千人 四、一万人以上 1990年李奇斌等人进行了广西蛇伤流行病学调查 研究认为广西每年的蛇咬伤有三到四万起 死亡一千人以上 好的 你猜对了吗 这个数字真的超乎想象 不过这是1990年的 现在的话可能有所下降 因为不少野生蛇的数量减少了 但是不管怎样 蛇咬伤一直是国内来自全世界都非常重视的 认识中国的主要毒蛇还有另一个作用 我教大家辨认的中国十大毒蛇 除了海蛇之外 都是国内咬人较多的最具代表性的毒蛇 如果你被毒蛇咬了 或者你的亲戚朋友被毒蛇咬了 你能认出那种蛇的话 可以第一时间告诉医生 啊,我被银环蛇咬了 医生可以尽快为你理定治疗方案 配备对应的抗毒血清 要知道 很多地方的医院血清种类不全 甚至没有血清 假如你被银环蛇咬了 这个地方的医院没有银环蛇血清 如果你能第一时间告诉医生 咬你的是银环蛇 医院可以尽快调配血清过来 挽救你的生命 如果医生不知道你被什么蛇咬的 那就麻烦了 只能根据你的症状发展 猜你可能是被什么蛇咬的 再用对应的血清 血清用错了可能没啥效果 浪费时间不说 还可能有副作用 你们说 认识中国十大毒蛇有没有帮助 觉得有帮助的可以在弹幕上打个1 对 最后再说一个很多人不了解的关于血清的问题 很多人以为那些养毒蛇的养殖场的 家里都常备了抗毒血清 没有 真没有 99%的人都没有血清 为什么呢 第一 血清难以保存 第二 我把血清送你手上 你给我表演一下怎么打 不会打吧 血清要稀释后静脉注射 慢慢输进去的 不是一下子打进去的 一下子打进去你直接当场暴毙 而且你可能对血清过敏 血清过敏的人乱用血清死得更快 第三 你压根就不会用 你背血清干嘛呀 你背了血清还不是要到医院去叫人家给你打 那我还不如直接去医院呢 对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 还请给我点个三连加个关注 这对我真的非常重要 谢谢